日本政府发布中国战略安全报告2024 在报告中,日本政府将中国定义为了日本当下最大的挑战 并且首次在公开政府文件中表明 不会容忍中国实现两岸统一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最近日本发布了中国战略安全报告2024 这份报告老生常谈将中国示威日本最大的威胁 并且以此为由要求日本通过一系列扩军法案 这件事情实在是见怪不怪了 毕竟日本每年都得谈一下中国对日本造成的所谓的威胁 不过今年日本的这份报告确实让人看了一点火冒三丈 因为这是日本首次在公开政府文件中表明 不会容忍中国和台湾实现两岸统一 日本的这份报告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 相比于2011年的报告 今年的报告中日本方面淡化了担忧之类的表达 取而代之以挑战威胁既定事实等更具侵略性的词汇来形容 目前中国在外交战略以及军事力量上发展 甚至将中国定义为了日本当下最大的挑战 虽然我国外交部已经严正提醒日本不要把中国威胁论当作扩军的借口 而且目前有很多文章都在分析 日本这份战略报告就是给中国或者美国看的 目的是以反华的方式换取美国人的支持 进一步解除对日本扩军这件事情的限制 但有一说一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 与其说是给中美看的 不如说是日本政府给日本平民看的 目前美国对日本的管制已经算是非常宽松了 允许日本制造数万吨级别的闪电航母 允许日本大规模装备战略武器 除了不允许日本装备核武器之外 他们购买任何武器装备甚至是云爆弹 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方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做给中美看换取美国支持 这个理由并不见识 那为什么我又说这个是做给日本民众看的呢 但是日本现在的军备扩张计划 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意外 这个意外就是日本民众的反对 从日本之前在本土部署导弹 陆基宙斯顿等武器遭到当地民众反对 再到日本打算部署萨德系统 却考虑到民众反对而放弃这一机会 这些事情都证明了当前日本国内民众是并不支持 甚至是反对战争的 这件事情成了日本军事力量解封之后扩军最大的阻碍 想要突破这个阻碍最好的手段 就是不断渲染中国的威胁 军国主义的老一套在日本年轻一代中已经玩不转了 所以他们才要在新的报告里面将中国形容为一个非常邪恶的雷威坦 首先日本方面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中国目前在东盟中的影响力 日本是一个两头在外的工业国家 即生产物资与原材料产地在海外 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市场也在海外 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对海外贸易航线的依赖非常严重 所以日本人极力渲染 如果中国失控了东南亚国家 那么日本的海外贸易线将会受到严重打击 甚至如果中国和台湾实现了两岸统一 那么日本的海外贸易线路将会被彻底锁死 届时中国将会像围困台湾一样把日本彻底困死 所以日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中国和台湾重归一同 为了渲染这一情况 日本方面还在报告中写到 为了应对中国威胁以及不断恶化的地区安全环境 使得购买导弹成为了一项具有成本效益的采购 即便他们很昂贵 可以说这份报告从始至终都在对日本民众进行洗脑 让他们相信中国就是日本的威胁 中国有能力威胁到日本现有的平稳生活 所以呼吁民众支持进行货军 同时也是为了迎合日本大多数青年民众 日本方面坚称自己只有在中国发起武装进攻后 才会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 这进一步证明了 日本政府的这份报告就是给民众看的 总体来说 这份报告并不是日本的某一个政客 或者是某一个学术机构给出的个人意见 而是以日本国会为首 要求防卫研究所也就是日本政府官方唯一的安全研究机构 以及最重要的战略智囊 对中国进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上说 这份报告应该是日本政府的整体意见 也正基于此 目前日本几个重量级官方媒体 比如独卖新闻 经济新闻 日本时报等 都在渲染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霸权主义行为 日本正打算通过概念堆砌的宣传手段 将中国和霸权主义两个慈离在平民心中产生联系 加大民众对中国的厌恶 日本政府从二战以来 是从甲午战争以来就没有变过 他们利用政府对民众的影响力 欺骗民众 补动他们成为战争的支持者 然后再用战争的方式侵略他国 现在日本出台 这份报告忽悠民众只不过是固态富盟罢了 中国会时刻做好准备应对日本的威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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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